雞腿 那這個肉應該是不會柴啦 可以看一下他們的外皮 跟剛剛的比起來 有落差啦 這個看起來就是有再酥脆了 這個雞腿的味道跟口感 我覺得比起前面的 都要好太多了 他們這個外皮啊 非常酥脆 終於啊 你有體驗到炸雞的感覺 給鏡頭看一下這個外皮 的這個薄度 我稍微幫他們排一下這個 最後回購的排名好了啦 第一 就是這個全家桶裡面的雞腿 那第二呢 就是這個腿筷 那麼第三 蔬菜棒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超派炸雞 的開箱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 超派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Toys 今天呢 看到我身後超派炸雞 真的是太派了 剛好呢 我們人在新竹 想說路過 順便拍一下這個超派炸雞 因為呢 我們也怕說 可能我們點外送啊 或者說 拿到太遠的地方吃 所以跟上一集一樣 拿到 馬上就吃 今天會點總共四個東西 也就是他們店裡面 最熱門的品項 包括了這個 紅白炸雞拼盤 雞排 深海魷魚 還有一個全家桶 我們馬上來點餐 那我們順便計時一下 點到這些餐點 到底需要多長的時間 人過去那邊啦 看看點到餐點 拿到到底需要多長的時間 我聽說啊 這間新開的這個分店 這個生意 不是說特別好 所以應該會是 蠻快可以拿到這些餐點的 那麼至於好不好吃呢 那我們馬上就知道了 好啦 那麼我們拿到餐點的時間呢 26分鐘 算到27啦 好不好 30秒 我有稍微看一下 超哥的影片 這四個呢 就是賣最好的 那麼馬上 享用我們的餐點吧 那 也跟大家小小科普一下 我跟超哥啊 也算是有點小小的 Beef了 畢竟他也消費過我 我也過來消費消費他的店 應該也還好啦 那首先呢 登場的是 超派炸雞 裡面的雞排 據他們Google裡面的 這個留言所說呢 他們每一塊的 雞排落在 8到9兩之間 所以這個用量呢 他們可以說是 非常的有信心 那麼一片的價格 是120塊 我是不知道大家 最近吃雞排 這個價格 可以接受程度 大概是在多少啦 但是現在 普遍雞排啊 都要逼近百元 那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雞排的大小 用我的手 來比較一下 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的手 本來就是比較小的啊 我問一下 這個雞排的大小 算是正常 還是偏大 偏大 就是比派克雞排大一點點 因為我自己個人呢 這個雞排呢 我也算是略懂 就是我們 北中南呢 曾經拍過一集 炸雞大評比 那最近呢 可以拿來比較的可能是 阿進的炸雞店 歐媽媽媽 最近也吃過他們的炸雞 那至於 超派炸雞 好不好吃呢 我們一口 見真章 那個 得罪也要講一聲啦 跟雞排店還比啦 就一般鹹酥雞的雞排來說 它沒有比較好吃 沒有比較好吃的原因有好幾個 首先是肉呢 雖然肉質呢 不能用柴來形容 但是有一點點接近柴 它沒有 很juicy的感覺 吃完第一口就有點想要喝一口飲料 第二個 就是他們的皮呢 可以看得到 這個炸出來的質量 就是我相信呢 各位觀眾朋友們 平常你們一定有吃過雞排 那至於皮會呈現成 這個狀況呢 也就是我認為沒有非常好吃的 第二個原因 那麼第三個原因呢 是因為他們的味道上 我覺得 是有一點點鹹的 那所以整體吃起來呢 大概是肚子餓的時候 我願意吃 那肚子沒有很餓的時候 我會願意放著 有一個優點啦 我們也講個優點 就是他們的外皮呢 算是比較薄的 就是炸出來的這個質量呢 應該也算還行 但是我 真的對這個外皮 很沒有辦法 因為咬下去的時候 它充滿了 麵粉的質感 在嘴巴裡面融開來 光是這個口感呢 我就很不行 你做過廚房 它這樣是不是算是 有點像是沒炸透 有一點 對不對 炸的不夠 時間不夠久 要不然就是 它可能 它的麵粉就已經吃掉了 所以 個人感受 大概在三分 緊繃 如果說超過100的炸雞 那你必須要 在味覺上面 能夠衝擊我 但是這一塊雞排 完全沒有在味覺上 又或者是口感上 有衝擊到我任何一個居點 所以我認為這塊雞排呢 就是相當的沒有價值 就是到了比較邊角味呢 肉質又更柴了一些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雞排 個人 並不推薦購買 好下一個品項 好啦那麼接下來 超派炸雞 的紅白炸雞 先跟各位說一下 附的這個醬啊 你看到有三個嘛 但是其實是因為我們點了三個比較大的品項 撇除雞排以外 他們每一個品項 會附一個醬 所以我們得到了三個醬 如果你們自己來買的話 只會有一個醬喔 在我左手邊的是 凱撒醬 中間的是芥末醬 那這個應該 沒錯的話 應該就是 泰式酸辣醬 可以看到 相當精緻的一個 炸雞餐盒啊 餐盒 當然啦 除了他們 紅炸雞 還有白炸雞 那這個白炸雞的外皮呢 我一看大概就知道 它是跟雞排那個 外皮應該是一致的 那旁邊呢 也附了一些蔬菜棒 這個也算是相當的貼心 就是蔬菜棒 那我們剛剛這個雞排啊 我們也試過這個白外皮了 那我現在用 搓的感覺 他們的外皮炸出來的水平 應該差不多 所以 我大膽猜測這個白的 應該是不好吃 我幫你們數一下有幾塊啊 這個紅白 各有12塊 我們先試一下紅的 先試原味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 紅的炸雞啊 居然外皮不是脆的 因為它是軟的 讓我覺得 一入口的時候蠻不對勁的 靠腰我怎麼好像 在吃一些別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 這個裡面的雞肉呢 因為 剛剛吃完那個雞排 我本來也是柴的 但是 這個雞肉呢 並不柴 還算不錯 那我們來沾個醬 試試看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個人覺得啊 這個紅炸雞 不太適合沾醬 因為它本身的味道呢 就蠻重的 白炸雞 我先吃一塊啊 跟剛剛的雞排呢 問題是 完全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在炸的工序上面 出了小小的問題 我找一塊 稍微看一下啊 就是他們的外皮呢 這種跡象呢 也應該感受得到 不太會有酥脆感 比起一般的鹹酥雞 要稍微再劣質一點 光是這個問題呢 我就不太會買了 那加上他們本身這個 紅白炸雞的口味 算是蠻重的 不建議一個人 單點一盒這個東西來吃 至少要兩個人 三個人我覺得都是剛剛好 就是吃著才比較不會膩 那加上就是 價格 這個部分啊 329 總共是24塊的話 應該算是貴了 因為一般來說 那12塊就算是當作 是外面鹹酥雞 一個大包的嘛 大包差不多是70塊 那兩包也才140 緊繃給你160 這等於是兩倍的價格 在吃鹹酥雞的感覺 我覺得紅的都算還好 但是白的真的是狗都不吃 真的非常非常的難吃 這個 紅白餐盒我覺得 比剛剛的雞排還要不如 如果二選一的話 我寧可 選那個雞排 那但是這個好處是好在 他們還有這個蔬菜棒啦 就是你吃到很膩的時候 可以來一下 而且還可以有這個凱撒醬可以沾一下 可以給你一個小小的安慰啦 我終於找到超派炸雞最好吃的東西 就是這個蔬菜棒 至少這個胡蘿蔔啊 是爽脆的 那我們下一個品項 超派 下一個品項呢 就是超派炸雞的 深海 八爪怪 這個品項呢 據這個 超哥的這個影片裡面所說啊 也是他們賣的比較好的品項之一 深海八爪怪 價格是 299 在我看來啊這個分量 緊繃啦 緊繃就兩包 大的這個魷魚 炸魷魚 那兩包緊繃大的炸魷魚 差不多也就150塊 但是這個呢 買299塊 我本來其實也很不想要講 價不價格的問題 因為畢竟人家超哥嘛是不是 可能做出來的味道 特別好 但是 當我吃了他們的白炸雞 那個雞排的那個裹粉的那個功力之後 我就認為 好像在味覺上面 很難讓我 信服他 賣這個價格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 八爪怪了 先試一下原味 但是呢 當我看到他們的外皮是白色的時候呢 我就失去了我一切的信心 很像在吃麵粉 各位觀眾 隨便找回家買 應該都吃不太到這種口感 我覺得這個 深海八爪怪 又比剛剛的紅白雞排 又更難吃了 雖然啊 我跟這個超哥 雖然是有一點 小壁斧 但是我大人有大量 我原諒他了 但是我這次來 我是真的 抱持著公平 公正 公開的態度 在吃他們這個雞排的 你可以看到他外層的表皮呢 完全就是 沒有炸透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會跟原本裡面那個 那個食物有分離的感覺 第一 既不酥脆 二 麵粉感十足 三 這個味道還相當的膩 我們先不要論裡面那個魷魚 到底好吃 還是不好吃 但是 光是這個 這個皮啊 我是真的吃不動啊 超哥 會很想要有一個衝動 把它的外皮先剝掉 再來吃 來啊 來一條啊 這麼難吃的東西 不能只有我吃到 來啊 吃看看 來吃看看 這個油耗會很重 這個不是油溫不夠 就是 它的那個放在 就是粉放在 就吃掉 就是各位觀眾朋友們 真的我們 是真的拿到馬上吃的 那我們一位曾經做過 廚房的這個員工啊 他說 有可能是兩個問題啦 一個是我們前面講到那個 鮮果粉擺著 可能雞肉出水之類的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油溫不夠 所以這個深海八爪怪呢 如果10分是滿分 我會給-100分 下一個品項 超派 那接下來呢 也是最後一個品項 超派炸雞的全家桶 有三個腿排 有三個雞腿 我記得是有兩個雞翅 然後有兩個棒棒腿的樣子 大概內有物是這樣 那他們的價格呢 是659塊 會附飲料的樣子 雞腿 那這個肉應該是不會柴啦 可以看一下他們的外皮 跟剛剛的比起來 有落差啦 這個看起來就是有在酥脆啦 那當然啦 裡面還會有一些薯條什麼的 我倒是想吃一個薯條 嗯 就薯條 那再來吃一下這個 雞腿 這個雞腿的味道跟口感 我覺得比起前面的 都要好太多了 他們這個外皮啊 非常酥脆 終於呀 你有體驗到炸雞的感覺 給鏡頭看一下這個外皮 的這個薄度 至少這個 我覺得外皮 是今天吃到 唯一一個 是有過關的 那而且裡面這個雞腿的肉質呢 是相當的軟嫩 其他的品項也有辦法做到這個品質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給他過 那但是呢 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吃到現在為止 前面的沒有吃很多 但是已經 非常非常膩了 就是這個全家桶的外皮 其實已經有點接近 餅乾的感覺 非常的脆 給你們聽一下他的聲音 就是完全就是餅乾的感覺 我稍微幫他們排一下這個 最後回購的排名好了啦 第一 就是這個全家桶裡面的雞腿 那第二呢 就是這個腿筷 那麼第三 蔬菜棒 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 超派炸雞 的開箱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 啪啪 字幕志愿者 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